大家好,我是巴泰曼 今天我们动手玩的是这些 又是几个乐高维度系列的扩展包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过一期节目 介绍过这个乐高维度扩展包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乐高官方就已经宣布 终结整个这个维度系列产品线了 然后直到今年呢 2019年德国这边超市里边呢 还能见着这个扩展包在卖 可见当时这个系列呢 确实卖的不怎么样啊 然后直到现在呢 这个超市里边货源还非常的充足啊 现在每个扩展包的价格呢 我觉得还算是挺划算的 里边呢包含了一个乐高小人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乐高计目 搭成的小玩意儿 虽然说这个游戏玩不了了 就算能玩的话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啊 但是呢以这个价格 入手一个乐高小人 再补充一些乐高零件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我最近又入手的 这里又和乐高维度系列的补充包 首先是这个指环王系列的扩展包 然后乐高小人呢 是这个矮人金利 然后他配套的一个呢 是这个斧子战车 乐高指环王系列和乐高哈利波特系列呢 都是我非常遗憾 完全错过的两个系列套装 当时发售的时候呢 完全不在坑里啊 所以呢一套也没有买 后来这个指环王前传系列就不算了 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连这电影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记得了 忘记的还说什么 一部前传的小说 硬凹成了三部电影 是吧 我觉得也不好看 所以呢也不是特别关心 这个正传系列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啊 现在呢乐高哈利波特系列算是复刻了 不知道这个指环王正传系列 有没有机会再复刻一把 扩展包里边的说明小册子呢 也跟以前一样啊 只有一个乐高小人的案中说明 后边几页呢就全都是广告了 至于这个附属小物品的案中说明呢 只有游戏里边有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不拼了 哎大家看金利这个小人呢 真是做的非常的复杂 首先呢这个头盔上面绕了一圈 全都是印刷的纹理细节 包括头顶的位置呢也有印刷 胡子的部分呢是一个单独的零件 正面呢是两个胡子边的小边 背面呢戴上头盔之后呢 看起来应该用头发边的一个大辫子 这样呢就是即使身体的部分 几乎完全被这个胡子里边给挡上了 但是呢这个小人的衣服上面 哎小人身体的部分呢 依旧是有印刷的 正反面细节呢还不一样 只不过有一点啊 这包装上呢这金利头盔呢 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金字做的头盔 是吧闪着金光啊 而我们这个乐高小人的食物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铜制的头盔啊 一下呢这个价格就掉了不少啊 然后是哈利伯特系列的赫敏和巴克比克 还有DC漫画系列的贝恩 哎我贝恩这盒里边 好像连这个说明的小册子都没有啊 贝敏身上穿的呢 应该是在小说第七部 他跟哈利还有罗恩 从这个霍格沃兹逃出来之后啊 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贝恩呢感觉仍然是在这个未增机的状态 是吧 是正常人的体格和大小 但是背后呢 依旧是背着他这个注射装置是吧 随时呢可以给自己打鸡血 另外刚才忘说了 这几个小时的NFC芯片地台呢 设计也非常有意思啊 这赫敏呢 上面有一个格兰芬多的院徽 然后下面这个三角形呢 我记得是在有求必应屋 还在哪里边出现过啊 忘了是干什么用的了 金利地台呢 上面就有这矮人租的徽章和花纹是吧 然后贝恩地台呢 上面就有一个他的面具 这些呢全都是印刷上去的 另外巴克比克的设计也很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用他的零件呢 搭成一只猫头鹰 或者一只猎鹰啊 在乐高最新推出的 哈利波特系列套装里边呢 也出现了一只巴克比克啊 而且呢因为那只巴克比克 使用的是定制零件 所以呢比我们这只好看多了 有机会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呢是我们的飞天小女警系列 哎难得啊 这三个主角人全都凑齐了 而且呢因为我们左手这一套呢 是有两个乐高小人啊 所以呢售价也稍微高了一点 是9块9毛9 不是6块9毛9了 贵了三欧元 但是多了一个小人 还多了一些积木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那算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包装给撕开吧 这种剪太麻烦了 我的天 看这几个飞天小女警大脑袋 虽然感觉这个头发和脑袋 应该是分件 但是呢乐高都给你粘好了 看来呢少了一个换头发的乐趣 哎我记起小时候 看过这个飞天小女警动画片 好像还是这个中央六电影频道演的 但是说实话 现在呢我都不记得 这三个人哪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几个乐高小人呢 全都是使用的这个异形脑袋呀 不是那个传统的乐高小人 那种圆柱形的脑袋 哎这种设置呢 让我想到了 以前我们介绍过的 这辛普森一家 那里边的乐高小人呢 也全都是这个异形的头 感觉做工设计什么 也都是挺讲究的 不过别说这脑袋大小和身子的比例呢 还挺接近于原座的设定的 哎三个小人底座上面呢 分别写着 POW ZEP BAM 这些呢都是我们经常在美曼里边 见到的女生词啊 最后一套是我们这蝶中蝶系列的 Eason Hunt 我们这鸭汤哥 难想象我们这乐高呢 能和这迪龙蝶系列呢 合作推出一款乐高小人啊 真的要特别感谢 这已经凉透了的维度系列产品线 不过因为我们这套呢 是Level Pack 里边呢包含了新的游戏关卡 所以呢 即使我们这套里边 只有一个乐高小人 但是呢 售价依旧高达15欧元 比我们刚才这两个小人的 《飞天小女警》系列呢 还好贵 这真是挺坑爹的 因为呢 我们也不玩这个游戏啊 有没有新关卡也无所谓了 都花这些钱呢 就全当是买这个阿汤哥了 撕开 我们阿汤哥这个小人呢 穿着特工服 胳膊呢 还是双色竹膜的 只不过就是这脸啊 你要硬说他是阿汤哥的话呢 我觉得 嗯 你哪认不出来啊 还有点就是小车车轮啊 居然是5伏的轮毂 而且还是胶胎啊 上面呢 还有商标 乐高如果去坐合金小车的话呢 应该也会很良心啊 我们一三行小人地台上呢 印的是电影的logo 看着也是挺帅气的 诶 今天呢 我们是又看了几个 乐高维度系列扩展包啊 其实呢 主要就是看了这几个 乐高小人是吧 其实呢 乐高维度系列 真的出了很多 各种主题的扩展包啊 以后呢 如果看到有意思的系列呢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巴探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